我是伟亮 我开始制作视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但我发现 自己一直在创作风格非常相似的视频 我局限了自己尝试新事物 我认为 是时候 进行改变 这是我的第一个叙述旅游日记 柏林 这趟旅程从我的国家 马来西亚出发 我将乘搭七个小时的飞机 由吉隆坡国际机场 前往迪拜国际机场进行转机 在飞机上看了电影 途中遇上气流 然后抵达迪拜机场 在乘搭七个小时的航班 飞往法兰克福机场 起飞 看 是中国岛 七个小时后 我将落在法兰克福机场 抵达法兰克福火车总赞 哈巴狗 搭上这趟火车 欣赏沿路的美景 终于我到了柏林 参加了啤酒节 享受着音乐 看到了一只小狗 在奥博邦姆桥 过马路 搭上火车 到达了亚历山大广场 在这里 可以观赏到 位于柏林市中心的 电视塔美景 我在世界市中 发现了吉隆坡 晚餐后 我在城市周围逛了逛 看到了柏兰登堡门 柏林最著名的地标 它城市冷战时期 柏林和德国分裂的象征 如今 它是和平与统一的象征 到达博物馆岛 在周围走走 看到了柏林最大 最重要的新教教堂 柏林大教堂 国立美术馆 阿尔特斯博物馆 图诗者雕像 这是一个充满世界 文化交汇的地方 看 斯安博文曼 在德国过马路时 已经会看见的 交通信号灯人 查理检查站 在冷战时期 东柏林和西柏林之间的交叉点 这里成为冷战的象征 代表东西方的分离 这是一个充满浓厚历史气息的地方 街道上有很多纪念品商店 可在那买些手信 带回家 大屠杀纪念馆 这是为了纪念二战时期 纳粹德国的犹太人 大屠杀暴行的纪念碑 这是一个让人反思 和悶念的地方 从纪念馆走一小段路 我又来到了伯伦登堡门 与夜晚相比 它有着非常不一样的氛围 当黄金时段的光线 照耀在人和建筑物上 我发现了它 的另一种美 国会大厦 柏林的历史建筑 人们坐在潮场上 享受着阳光和威风 最后 我们到达了柏林胜利纪念柱 柏林 承载着战争时代的遗迹 当演一位这些过往的点点滴滴 促使它成为了一座 充满历史足迹的美丽城市 这是我的柏林故事 柏林 我们下次见